大家好,我是白铃,今天继续我们的一个草图练习 前面的话我们是画了一张这个,对吧,这个Sonyverse Sketch Exercise 那这一次我们就直接这样子,一样点到这,你看正常点一个图嘛,对吧 点这里,然后点查看更多,就view more 那我们就在这里再选两个,做一个重练习,那就结束,我们进入实体部分 当然很多同学可能先开始看到我先画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手表那个表面 对,所以呢,就我先把中间这些补完,然后再延续后面的一个Sonyverse教程吧 中间还是会跟Vino那边一样画东西,就反正也是smash那几个的电子产品 然后到后面的手表,然后后面看到我什么想画的,我再给你们更新,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我们这次画哪一个好了,你让我选一个就是大一点清晰一点的,好吧 那大一点清晰一点的,好像都其实这个复杂都差不多了,我看一下这个吧,好吧 这个6X什么的,这些真的,呃,什么就是8什么O5N6,这个真的不太看得懂呢 我找一个简明,就数字上面清楚一点的,好吧 呃,好像,要不这个吧,就好吧,呃,直接画这个吧 那这个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呃,是要得一等吗 呃,行吧,那这个吧,就他旁边那个,反正一样,啊好 那一个,呀,软件我已经先打开了,打开以后一个例行公司 就是一个top print,然后加一个sketch,呃,我们先画哪一个好 我们先画这里有几个中心轴三段是吧 那行,我们就先画,呃,但这个的话反正就是6,对吧 但这个怎么定位的,真的不太确定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画一个大元吧,130的一个直径,对吧 呃,行,一个大元,130,那这里开始,呃,画了圆,我们再点一下标注 130,呃,这次我一样是用那个电脑屏幕,所以可能会有点小,不一样 呃,然后再下来,我们会那一个直线再上去,对吧 就这里,我们先不要画那个圆角,当然也要画那个,对 呃,我们大概画一下吧,然后再画这个大的,这个圆的直径是 呃,多少了,好像啊52,啊,这里人看到 52那就是一个set形的这样子一个图案,对吧 那我们先在一个圆,圆一点边上,然后给它标注一下52先 嗯,这里52,然后在这个地方,在这里画下来,是吧 反正暂时没有看到他一边画,我们一边再改表,只能这样子了 好,那个我们就先这,他好像这个地方,然后转过去,这样子,对吧 呃,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子,呃,我们从下面对,找这个参考点,对吧 然后yes1退出,那这里就完成了下面的一个弧线 那下面这个弧线完成以后,那本来是直的嘛,对吧 那也就是说,这里,到这里,对,它就是一个78 对,呃,有些同学可以放,把我那个视频暂停一下来看了 呃,然后这里到这里是37,37,然后最后到原型是43,对吧 那我们先,对,哦,43是,哦,这个这个折,好 那就43,那没问题,我们一样43,那边是37,去这个,我们可只要拉交线 我们这拉交线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高度,呃,我们然后再画一条直线,行吧 呃,再画一条,反正就是一样,那我们一样先画画一下吧 直接这样子,一条,反正保证它是平行的就可以了 反正要两条线它,我们先不要给它额外加别的数字吧 反正就保证,保证我们的垂直和那个垂直线和那个横线,我们保证 我们保证它是一个平衡的就可以了,然后再下来的时候,这里是20 好的,20,OK,那我们先把这个给画一下,呃,哎呀,点标注,我没点上 这里,这里这个地方是20,那我们这样给画了,画了以后的话就 反正就是一个间距嘛,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拉过去,对吧 呃,然后再下来这一个的话,我们这里再给它多标一个20吧 因为它这个画,反而画法有很多种草图这个,呃,你不用说一定要跟着它那个画 反正因为做设计嘛,毕竟呃,你跟工程不要,工程会有时候会要那个什么,完美数值 那我们先把这两个点给取消,就像我们让它抄出去啊,这样子,也好,这边也是我们一样让它抄出去 这样子20,哎呀,算了说总是点不到那个什么,总是点不好 好的,那个我们先把这几个也标注好了,然后中间的这个,我们顺便把中间这个圆形画一下吧 好,呃,这边的话是46,是这边呢,一边46,一边呢是那个50,52和52的一个结构圈 好,46和52,好,一边是一个,这边是46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对方控制选52的一个,这边我们再给它一个46 哦,不是52刚才看啊,52是刚刚那个,我看着34才对,非常抱歉,34,OK 然后再下来16,啊,有时候真的也,好的,没有点到啊,16 OK,呃,就这里,哦,好的,16,OK 那这样子我们到这个圆形都有了 然后这时候我想我要找一下它那个关键的地方再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横线它到底是到哪一个点 那就说,哦,应该是这样子,那就是这里我们要啊,这样子画一个结构线,对吧 再来一遍,呃,Solius我习惯这种比较板一点的操作模式 就是说这样选,然后这一条线我们看到圆形的话延伸到这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保证他们是在同一个水平面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选一个,呃,不是一个平行,啊,不是平行,啊,不对 对,呃,应该,也不是水平,哎,好,乖,呃,也不是水平 我们应该选一个,这个,对,colineal 对,就是说反正就是固定他们两个在一个平行,平行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再把多余的线给剪掉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多余的,刚刚,yes,哎,好的,我们再这样把它剪掉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剪掉以后,呃,然后呢,圆形也有了34 好的,那导演假说我们都会在那个想的问题,啊,我们最后再来导 那这个6的时候,外境80,对吧,外境80,嗯,先把外境画了吧,那就 先把这边的外境给画了,那我们就画一个80吧 外境80以后呢,但是它这里好像,我没太找得到它这个倾斜的角度是多少 它这里就写它是6,1234567啊,好吧,也没有找到,那这个该怎么办呢 这个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只能说限制到这个6 我找不到它的关系在哪呢,哦,我就直接画吧,然后就,嗯,反正 因为它也是垂直的,它也很奇怪,它这个树的,对啊,它正七边形呢 它这个还是正七边的话,它也没有哪一条线是说,对 对,也没有哪一条这里都不在正中的一个地方 那这种怎么,哦,在这里这里这个地方啊,看到了这个,啊,看到了,哎呀,总算看到你 OK,哎呀,在这样子,然后就,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给那个,哎,有时候要找关系啊,冷静冷静,那这也是6,6以后呢,我们一样,哪一个多余的线就,我们这样子 在这个,啊,不对,点错关系了,是,那个的话,我们应该是6,但长度,哦,我懂了,就是,懂了,OK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给拉过去,是的,那这个我们就不用6了,为什么我们只要3,对,就是这样子 再来一遍,两个三,然后再把多余的线给剪掉,这里再剪一下,这里也是一样,OK 那这里这个线,我们算是已经剪掉了,那剪掉以后,那我们看到,我们选上这两根线,然后进行一个环境阵列 环境阵列以后,这时候360度,我们看到了,然后我们这时候选一下7个 那OK,我们选一下7个,等一下Enter preview一下,哎,你看到7个就完成了,那这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对,把多余的给剪掉,我们就算是一个完成了 OK,这剪剪剪,哎呀,哎,非常的抱歉,我点错了,哎,再来 我点错,哎呀,果然跟那个Sonyverse Tutorial的那个大声比,还是差差很大一件,他很少点错 虽然说人家一套Sonyverse就过了,而且人家真的一套Sonyverse就搞定了,哎呀,好自卑啊 我也是看,我之前Sonyverse有一段时间也是看他的视频来学的,其实 然后我现在久了,然后就想试试试一下自己做这样子 好的,那这样子我们右边就完成了算是,呃,这个圆圈,那我们再画一下左边的这个 左边这个每一个小圆分别是那一个,那首先是45度,我们这点是肯定的 然后8,45度8,然后4个,对吧,那就简单,那就 呃,ok,那就,啊,不对,我有一个事情我们先做,对,这里没有定义 我们应该呛指这个点,跟这个线我们选一下,concident,对,把它变成绝对定义先 绝对定义以后,对,我们再来画一根这个线,那这个线我们就这里,到这里中心啊,一样 然后这个我们一样是一个,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画一个线拉出去第二根 我们第二根不用把它定义,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定义是一个45度角 对,45度,那这次肯定没有问题了,你看都绝对定义好了,这个数应该是ok的 ok的以后呢,就这样子拉这个线,那这个线已经有了 呃,我们先把它弄成一个8 8以后,对吧,呃,可以怎么去做了,反正做方法很多种 你可以环境阵列,反正都行吧,环境阵列以后,诶,它这个 这个,equal space这个是对的,然后它的point1不是这个point1啊,我觉得 呃,应该是选这里point5,诶,但是选不了很奇怪,那我没有关系 反正用别的方法做吧,反正是时候吧,我觉得,呃,你也可以去扣这个小细节 但是我觉得,嗯,我,我会选择镜像,然后再多拉一条那个结构线 再,再多拉一条吧,反正90度,哦,然后这,这时候再这两个,我们再镜像一下,反正,嗯,3D的话 可以去弄一弄啊,但是2D的话,反正你,你修改的时候,其实也是重画,它也不是说一个倒角,然后你改,全都改回去,对吧 好,那个我们这时候回来,嗯,然后就插这个地方了,对吧,这个pow的一个圆形,还有那个,呃,还有外围的这个,对吧 那pow的和外围这个,我们就画一下,用一下这个自由曲线吧,好吧 自由曲线那套超过,第一个超过终点,这个是差不多一这样子一个位置,是吧 那反正一样,我,我还是这么说,呃,完全一样,呃,有难度啊,呃,然后这个,可能就外面再来一个,我们reserve,对,外围 那其实也不会了,它这个,呃,对,反正就是,嗯,差不多,第一个我看一下,哦,第一个超速序,第二个没有,对吧 那行吧,你这样子吧,那就大概这样,对吧,然后这个地,跟这条,跟这个圆圈,我们给它个tangent,对吧 然后给它拉下去,啊,我,哎,好吧,哎,他有时候就是,哎,对,这个线,你们真的好好调调这样子,对,ok,这样子一个tangent吧,行,然后另外一边,我们也是给它个tangent 这两个也是个tangent,对,哦,好吧,那,奇怪,那行吧,呃,我们先不要后面这根线 这根线tangent的属性也不要,我们先把外围给画了,那就,我们先把外围画了吧,呃,好像还是要一个个tangent了,没关系,没关系,那就一个个tangent吧 tangent,然后这边也是,它反正,反正就是要一个双线tangent嘛 ok,两边都tangent了,对吧,那这时候,哎,哦,好,哎,可以了,就是我,我刚才调它那个终点,你们应该能看得到,然后这时候应该调是差不多了,哎,哎,差不多,哎,对, 对,沾上这个点,这边也是一样,哎,对,哎,你看,这次这个就,对,很漂亮了,然后这时候再来一条,我们再往这,我们选一下这条线,然后进行一个offside,选一下20,对吧,直接打20就可以了,然后剪一下,哦,OK,这条线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们把这些线,先给剪一剪吧,好吧,剪一下,剪一下, 然后,哎,这个我们直接上掉吧,这些无用的属性啊,再剪一剪,Sonyweather这种小问题,真的是特别多,好的,那这时候我们开始倒角了,就完成了,一个倒角了,首先,10,50,然后就是12,啊,这里还有一个180,那我们再给它倒,嗯,好像,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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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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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一个relationship 那就同心吧 他们两个同心的话 那这时候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很简单 带个nose 我们就在把带到asset 然后就把对的那个比如说拿一个不要的 我就把它删掉 asset 那你看到这样子就ok了 那这时候说 我们给了一个同心愿的属性 对吧 那通常我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子做 那就完成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给他一次 我们不要1.4 我们要20 哎 你看到 这就完成了 对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个属性 好 然后我们回去看看那50 设 对吧 和10 对吧 那就简单了 一样 但我们一样画几个圆吧 呃 这时候这里到这 我们tangent 呃 在这里在这样子 说的就是这点好 然后一样 这里我们设定是 诶 这时候对 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 呃 有时候看来好像真的要被课 怪不怪不怪老师都要被课 有时候真的 呃 对 还好视频可以那个我停一停啊 就会想一想这样子啊 不然的话也是也是贵了 真的 真的 因为临时的话真的 也是要想想一想 然后那个对 能懂了吧 就这样子画 然后我再把这个多余的 哎 你看到 5和10 然后12 对吧 12的话 12 然后14 12 14 ok 12 先把12 先把12给画了吧 12 我这数字讲54514什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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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 十二啊 你看 哎 绝对定义 就是这样子 人家经常说圆形撞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哎 对 然后呢 哎 刚刚就是 明显就是我删错了 对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一个 哎 好吧 呃 工具没点上 呃 我不知道是我的操作习惯哪一块出问题 经常会这样子 反正就是 是可以看繁盛 Walay 看到狗诶14诶 诶 诶14 14的话 好的 12十二好 这个时候灾豫ホ 五对吧 我们就是二八二十 呃 对 然后再来变12 8 20 好的 那就是12 OK 这里 8 再来变20 好的 然后再下去这个地方呢 12还有520还有那个是5对12号是5那我们就大功告成了那一个算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什么就是第二第二个超度算是完成了而第三个的话 嗯 我再看看那个要哪一个吧 对吧 我觉得这是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换这个sketch吗 他更主要就是说看你能不能找到这个逻辑关系 你能找到这个逻辑关系 其实 真的很简单 就是你看我也是 嗯 就是真的是值 我现成去找 然后找完以后我就直接就可以做了 就不需要说 就不需要说 怎么讲 就 慢慢来就说 就说我觉得没那么难吧 我应该对 就是真的是直接想然后就直接做了 我真的就这样子 就是很本能性的 哦 这个是我 但是我旺性比较大 所以说我经常记不住那数值 但是 嗯 也不用扣那个季节了 我觉得 能把这么多数字记得 呃 呃 这么假的 我要把说设计做好 其实也很难 因为经理有限 有时候 嗯 吹马修斥的有点 就是说抠角季节 对吧 好 这个也是把这个下面就细细的给删掉 好的 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超度 哎 哎 你们就看到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好的 那个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啊 谢谢大家